我們可以打拼,我們就是全力來衝刺 我們的社會勞動的部分,預計在11月中可以完成來結束 11月下旬來登記,沒有任何問題 另外我們的參選資格,其實也不受到任何影響 把我勉勵貼切,就是選議沒有債務也贏了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努力來做 你看阿扁在龜山建議還這麼關心陳志東的選情 因為陳志東從市議員被拿掉以後 只能做立委選舉,孤注一職 但是阿扁其實也算起來很感人 他在裡面,官在裡面幫一週刊寫稿子 一篇兩萬塊,他交代說我一個禮拜寫一篇 一個月有八萬塊交給陳志東 你看在裡面坐牢還要賺錢給兒子用 現在兒子沒有收入還在嫌棘 這個其實不容易,八萬塊很高 你看蔡英文拚了半死18八才領六萬二 對不對,八萬塊很高 蔡英文六萬二跟他不能比 阿扁把他錢交給陳志東 然後還告訴他說 選舉沒辦法拚就有 你要全力衝刺,要順利民意 他說陳志東就說我會全力拚 我提出選民認同的政見跟訴求來爭取支持 而且我不會影響民進黨的郭文誠 所以講起來陳志東跟他爸爸這樣呼應 董哥怎麼會不影響那個地方是單一選去 而且基本上他只有選一個出來 怎麼可能不影響 到時候看誰的民調高誰就氣爆 真正不管難贏或利盈到最後已經是這樣 看誰的民調高低的人就會被氣爆 對不對,輝文,你看敢不敢 對,當然因為這個要不定期 要不定期之前包括總統 我們都懷疑說宋楚瑜會不會參選 包括親民黨第一波提名的十位 甚至包括剛剛各位看到的陳志中 他會不會去登記,我都有點懷疑 我這邊提供一個角度給大家參考 就是說本來阿扁跟陳志中 他們在南部的地方電台是百分之百獲得支持的 在他這一次這個市議員被停止 然後他投入立委這些 那吉祥絕對沒話說的 但是陳志中說他要去跟郭文成選 小港前陣的立委的時候 包括連鄭新柱,大師兄 那都頂到哪裡,那都沒話說的 鄉天君,阿昇什麼 我不會說英雄 但他們都猶豫了 我講這個猶豫就是說 一邊是民進黨 一邊是阿扁跟阿扁 要壓哪裡 我要停再一邊 因為你也停一邊 停一邊一定得罪另外一邊 可是我的觀察 就因為目前還沒定案 我的觀察是 這幾個在南部有影響力的這些人 他們到最後都會選擇停民進黨 即便可能他們跟阿扁跟陳志中比較熟 跟郭文成相對沒有那麼熟 可是因為郭文成掛的是民進黨 他會去挺民進黨 郭文成他太太已經在當議員了 高雄家有那麼多人當民代 對…讓我把它講完 我要提供大家思考 角度說 各位有沒有發現 在藍軍是不太一樣的 尤其… 我們都被人家罵死 我們能… 邱阿傑這樣講說 我們講話都要摸著良心 那也有上節目都這樣子嗎 不是這樣子 我說是比較的 不是 我一直想說 觀眾朋友歡迎大家來 全程看我們 常常看我們 就知道我們言論的重點在哪邊 但是回過頭來一件事情 剛才我們這樣看了一些 政治場上的一些話語 不管是這個 陳志忠出來怎麼說 阿扁怎麼教 陳志忠或宋軒的看法 我來想請教周杰 會不會看到一些政治人物 在這個最後的關卡 有點窮途末路了 當然就是說 每一個人到最後都是 就是淹在海裡的 要抓到那個 唯一的一個救生圈 看到陳水扁 其實他前一陣子 他的發言 其實並不是對蔡英文 非常的有利的 他甚至於還指證民進黨說 你們不要認為 殺說金普聰是很會計算的 他以這個經驗 然後他還提醒 蔡英文他們陣營 處理一些事情 要謹慎一點 甚至於他那個文字裡 感覺到好像 蔡英文選情有點告急 可是他發覺這樣 對他兒子的選情不太有利 現在好不容易抓到這個 因為他今天的用詞 非常的強 前一陣子他還沒有講到 馬英九已經有下退趨勢 怎麼今天突然敗相遺漏 原來他跟他兒子兩個人 是相呼應 因為他只有講這麼強烈的話 讓他兒子這樣轉述 才可能可以換回 像剛才輝文講的那些 過去對於阿扁 或是扁的兒子 比較有強烈感情的人 回過頭來想起來 原來陳志忠還在競選 對不對 那這個不管 就是說這個陳志忠 他選得上選不上 那在高雄那個地方 是我也認為可能民進黨 大於陳水扁 就是說特別是現在 蔡英文的選情 並不是非常的這個樂觀 那民進黨他 民進黨支持的是 非常非常強烈的那種 那種綠色的感情 我想校長應該是最了解 但是回過頭來看這個清明黨 我覺得清明黨 到了現在幾乎已經是 完全亂掉了步伐 我真的懷疑他們到20萬 就是說你講說 洪建議幫他們去這個聯署 我懷疑他的聯署 能不能夠過門檻 就是說你再繼續的發展下去的話 恐怕清明黨 自己的那些小雞都要跳走了 也不一定 就是說政治這個東西 它的迷人的地方 也就在千變萬化 所以每一個從政的人 大概都不知道 自己的下一步是什麼 那在這一次的選舉裡面 我們會看到 選民也讓政治人物 不知道他在幹嘛 對啊 但是因為很多政治人物 他選舉 他看到就是 有哪一邊是糧 尤其像無法的滑像 基隆有一個選校叫崇佑 他掛出一個招牌說 你娘我娘都偉大 我實在看不出說 這個可以提醒他的學生 怎麼樣的印象 原來他們要提醒說 我們不要隨時 把人家那個老娘拿來問候 要都按讚 不要講那個字 那這個就是他們的苦心 可是這個能夠搏金一燦嗎 回來我們講這個話的意思 原來人往的運動場 高掛喜目的紅布條 宣導品德教育 不過內容和一般的宣導標語 大幅相同 你娘我娘都偉大 不能隨口羞辱 其實這些創意標語 是基隆一家技術學院 為了勸導學生 不要把國馬跟娘字掛嘴邊 想出來的新方法 直接的表達方式 似乎可吞學生的味 跟旁邊的效果有什麼差別 沒有想看哪 因為我覺得是還蠻有特色的 因為比較直接 所以大概會比較有 比較多人留意這個標語 就很有idea 很有創意啊 怎麼說 怎麼說 因為可能Facebook 讚很多的關係 要多說讚 不要說 想出這個創意標語的是 學校的一名高姓輔導員 因為在路上常聽到年輕人 動不動就標國馬 因此連結了時下流行的臉書 希望同學多說讚 不過這個標語實在太直接 又掛在校園裡頭爭議比較多 校方最後決定 拆除他平息這場風波 好我們必須要來這個肯定一下 確實這個學校非常具有 這個很有Sense 讓同學們來討論 但是我一看到這個題目呢 不讓陳惠文發揮一下 怎麼可以 因為呢 你娘我娘都偉大 這個陳惠文 你今天應該很有所感對不對 這個喔 我以前早下火 看這時候看 前幾天這個 你說你是不是常常這樣子 不是 講這個 其實很嚴重 我要講這個其實很嚴重 下雨嘛 然後就看到兩個女學生 因為 紅綠燈跑那個斑馬線 然後我也在等 我在等另外一邊 那邊跑過來 就聽到他們講 叉叉叉 叉叉叉 怎麼下雨這樣 兩個都喊 兩個就 同班同學這樣 叉叉叉怎麼下雨 我想說 是下雨沒有錯啊 你心裡是不是想叉叉叉 兩個女生子講這種話 那兩個女的 那兩個女的 跟兩個女生跑過來 我很想把她帶下來 你幹嘛呢 我喔 我在講一個例子 我也很難得 但是我為了保護當事 因為當事人認識我 我講一下 因為是她的小朋友 大概背書八千年小學 一二年級 然後跟她媽媽在吃飯 我在另外一桌 你知道我 董哥我吃飯都是這樣子 我都是買進去吃的 頭買進去吃 看報紙這樣 那個小孩子 是說 我講英文好了 我英文你媽翻成中文 她說 幼兒媽了 她講她自己的媽媽 講幼兒媽了這樣 我想說 我那個飯吃不下 妳是在說什麼 她叫她媽媽就 你那裡了 然後又是那種 就是那種 已經到三字經那種地步 小學生 她媽媽毫無法應 都沒有幫下去 我為什麼要去講 因為她媽媽講說 隔壁那個叔叔 妳這樣隔壁的叔叔 會去電視罵妳 我去電視罵妳 因為她媽媽一直在教她 董哥 我說那個飯我沒吃完我就走了 我前夫婦我說 我吃不下去 那也是我 我的兒子 早就抓去輪牆了 我說實在話 妳是在傾笑 我們不能這個臭鬥 但是我說 我要跟她媽媽講就是說 直接去機會講就是說 妳這樣說不好 那不刪下去 都不會大 說妳 陳輝文 既然可以指小兒悅褲 就人家媽媽這樣講 但是 如果說 把 她剛剛講這些小孩 都把這個掛在口上 其實妳就可以知道 在社會上 這三個字 都普遍 就是 沒事就問候人家的老娘 然後講這些東西 然後讓小孩子 小孩子講 他可能心裡也沒有想那麼遠 可是這個就口頭 我不講這個 我跟我的同儕 跟我周遭的人 怎麼變成同一國 同一掛的 所以一定要把這個放在嘴巴上 那這個其實就是 教育 獲得整個社會的形態 可能就是那個 她家裡的大人 喜歡講那個口頭語 搞不好那個爸爸 我不是這個 就是說她一定聽到了 這個小孩 可能是沒有意思 那至於小女孩子 其實 在十七八歲的時候 這個喜歡做書叛逆狀 然後我們以前都覺得 哎呀 要講一個三字經 好像才覺得自己很 很那個 比較走在時代潮流裡面 那最重要的還是說 她基本上自己想什麼 這家學校是在我住的 我小時候住的地方的 這個學校 那這種這種方式 她是有創意 但是我覺得 其實真正的教育本身 還是教育只有一件事 就是錯的就糾正 但是我要請教一下 人格教育是沒有彈性的 我們在場兩位議員 我跟政治人物相處很多 老實說政治人物開場的這個 這個常常發語詞 也都是一坨拉谷 你娘我娘之如此類 所以這兩 我想先問瑞圖議員 你自己是不是這樣子 還是你們以前都是這樣子 不是 這個有時候很生氣的時候 當然會 一定會 掉出來 會掉出來 一定會掉出來 但是我如果說 在那種比較正常常的 在議會 議會質詢 或立法院質詢 我們都不能講這些話 我們要有分寸 那有時候我們跟朋友 相處在一起的時候 很好朋友 我們就是會稍微就是打招呼 那種很 就是打招呼 對不對 打招呼就是 千萬不要說 我不要被罰 千萬不要說 我都不能說出來 我都不能說出來 然後就被發現了 其實我在眷村長大 這種不入流的問候 南鄉北調我們聽很多 但是身教很重要 如果像我們家男孩 女孩都一樣都沒有抽菸 為什麼 因為爸爸沒有抽 孩子不會抽 他們不會去好奇 可是有的家庭 他是口頭才 他沒有惡意 可是我要講的說 我們這個節目 也太八國了 那個字還要把它遮掉 新聞都已經播出來 你們去跟NCC溝通一下 我告訴你 我是覺得 台灣不能假味道 我跟我兒子怎麼講 我說兒子 你以後要注意 你不能有直抱的娘 直抱的娘 忘了橫抱的娘 你不能有摸奶的娘 忘了吃奶的娘 就你要去 好難的 我不知道你在講什麼 我要強調 直抱跟橫抱 對 有的女朋友 忘了 有的孟然忘了 我要強調是說 我覺得這個學校創意很好 而且你看 能夠讓我們2100來討論 你看他多有創意 不是我要請大學校長講一下話 我們討論的是一個學校的標準 你娘我娘都偉大 我覺得這是蠻有創意的 但是 我推薦大家去看一個影片 美國把那個XXX的第一個字 有四個字 字母的那個字 做了50幾個不同的情況 就是說 我們好朋友在一起的時候 很親的時候 見面的時候 那種講法 那是很舒服的 那是同樣一個字 不是 那是同樣一個字 用在公共場合 是很粗魯的 我們要這種情況 有50幾個不同情境 所以我們要教學生的是 你私下在講的是一件事情 因為人總是有情緒氣氛 然後不同的場合要講什麼話 我們要教他們 很多人是怎麼樣 私下講的跟公共場合講的怎麼樣 都一樣 他不知道有時候會造成對人家的侵犯 甚至在旁邊的人覺得很不舒服 這個是我們要教他們的 對啊 對啊 你看 你說床右氣氛 技術協議 他講的這個 有沒有創意有創意 學生 你看很多人就引起討論 媒體都 今天 所有媒體都在討論 講這樣好不好 他說 你娘我娘都偉大 感覺上好像也沒錯 你如果問候人家的糧 後面是不是要加卡號 卡號 其實這個是不是罵人 好像又沒有 因為我們演藝圈有一個大哥 就隨口就是喜歡這樣講 而且電視都播出來 但是你想想看 如果把這些聲帶到周遭的話 我們在講影響像回文碰到那種小孩子 小孩子小女孩 這些 他不覺得這個話的好壞 可是 你影響到了就是整個社會風景 這個真的是 我們做大人的真是要小心一點 今天謝謝你收看 謝謝 感謝收看 明天再會